在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登顶的我国男单一哥拿督李宗伟终于回到国土 虽然刚刚击败了中国双雄林丹和陈龙 但是李宗伟并未因此而轻敌 李宗伟坦言现在能够击败林丹和陈龙并不意味着 他在八月份的里约奥运会也能够赢这两位对手 因此他将会好好备战 里约奥运日积分赛随着亚锦赛的落幕在一号画上句号 李宗伟已经确认可以获得奥运入场券 因此李宗伟表示既然已经肯定可以报到里约奥运会 在现阶段他将选择性地参加接下来的赛事 以免不小心受伤或因为疲劳而无法作战 上星期天的决赛是李宗伟时隔十年 再获亚锦赛冠军 此外那也是李宗伟赢得的第六十三个国际比赛 南丹冠军压倒了林丹的六十二冠 缔缔造世界纪录 但是李宗伟谦虚地表示 现在赢了林丹和陈龙 并不意味着在奥运比赛中同样能赢 李宗伟将在这个月十五号率领我国团队到中国昆山 参加2016年汤油杯比赛 MDB7综合报道